大家好,说一下昨天发生的俄罗斯的恐怖袭击 俄罗斯叫做达吉斯坦共和国 说实话这名比较陌生,之前没听过 它有多座教堂,还有警察哨所 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造成了9人死亡 这目前,截止到目前造成9人死亡 其中7名为执法人员,另外25人在袭击中受伤 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报告称 执法人员已将5名恐怖分子击毙 说报道称,这次受夕的是达吉斯坦共和国首府 叫做马哈齐卡拉市 还有第二大城市叫做吉尔滨特市的两座东正教的教堂 还有一座犹太教堂和一处警察哨所 说恐怖分子的袭击将一名东正教的牧师 还有多名警察导致他们的死亡 这是受夕的教堂附近 他们这个建筑特色还是比较明显的 来看一下这个地图 左边左上角就是乌克兰 左边就是黑海 这黑海不是连着的黑海 注意一下黑海从伊斯坦布尔回家军事坦丁堡 这会儿能出去 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内海 中间黄色这部分就是俄国领土 右下角就是达吉斯坦共和国 让俄罗斯北高加索的穆斯林协调中心主席 进行了谴责 他强调说不同宗教和民族一直在达吉斯坦和睦相处 这一企图撼动北高加索和我们整个多民族 多宗教国家的挑衅行为 绝不容忍破坏和平稳定 然后呢犹太社区的联合主席表示呢 说长期以来我们这个穆斯林 东正教徒犹太人和平相处 此次的这个袭击显然是外部策划 他这也没说是谁啊 但是基本上说外部策划呢 那暗指的没有别人 不是美国呢就是乌克兰嘛 评论区你看评论区说正面战场打步的时候呢 阴招就来了 这是第二次了 大毛的国内反恐啊还是有待加强 上一次呢可能很多人朋友们都忘了 上一次是这个莫斯科附近的郊区附近的一个音乐厅 有恐怖分子呢大过大百的进到音乐厅里头 把门一锁 开始在里面进行无差别射杀 那个很明显是没有宗教色彩的 但是这次不一样啊 这次有很明显的这个宗教意图 而且为什么呢 你看前面这个看新闻啊 你会看啊 你知道为什么是北高加索的穆斯林 协调中心主席 遣责了袭击行为 对吧 为什么呢 前面其实提到了啊 这个答案呢就在提干里 说袭击造成一名东正教牧师和多名警察死亡 而袭击的地方呢 是两座东正教堂和一座犹太教堂 对吧 你看前面说了嘛 底下人说了 你看 我们再来看一下 说这个犹太社区 联合主席说 长期以来 达基斯坦的穆斯林 东正教堂和犹太人和平共处 对吧 被袭击的教堂 俩一个东正的教堂 一个是犹太教堂 对吧 谁的教堂没有被袭击呢 不是教堂吧 叫清真寺 没有被袭击呢 穆斯林的嘛 对吧 那其实说白了 就是暗指这次袭击的是穆斯林 好吧 你看这还有一张更清晰的图 达基斯坦共和国 在车身共和国 更偏南边一点 就是黄色这部分嘛 然后呢 你看左边就是知名的格鲁吉亚 那格鲁吉亚当年斯塔林的老家呀 对吧 那么仁爱的慈父 然后再往南是阿塞拜疆 然后按照这个俄罗斯的整体地图呢 有一更清楚的 叫左边这部分 对吧 左边呢 它就比较密集 然后这块的人口径会更多一些 达基斯坦呢 就在这个俄罗斯联邦领土的最下方 最左下方 你还真别说 他这地图 你要横过来看 有点像一只格斯拉 然后看这个知乎啊 这边有人讽刺嘛 说上次恐怖袭击之后呢 就上次音乐会那次 他用的1515 他其实为什么呢 就是ISIS 对吧 说ISIS 是我干的 是我干的 然后呢 他说大地 就是普京说 不是不是你 是乌克兰 这回他就是说 那看 又说 ISIS说 就是我 你要是不信 等我再干一遍 于是发生了 这次恐怖袭击啊 像这种段子 其实就是讽刺呢 俄罗斯呢 把任何的恐怖袭击 最后呢 都归咎于外因 就是一定是 境外势力指使的 其实也很好理解啊 他还是需要 输了一个外部敌人 来增加呢 现在俄乌战争中 俄罗斯整体团结 还有这个凝聚力 你要说内部出问题了 那就等于 就说 我们内部是正在分裂 对吧 那比较难看了嘛 好比说 你说中国美国 什么时候能携手 共进 去这个亲密无间的合作 互相共享技术 是吧 你觉得一般情况下 可能吗 当然不可能 但有一种可能性 什么呢 就是比如说啊 外星人进攻地球了啊 那外星人都进攻地球了 是不是 你还自己内斗吗 那没有必要了吧 好吧 然后再来看另外一个新闻啊 这个乌克兰宣布 说将出售国有企业 叫乌克兰的国有企业 来筹资 筹集这个军费 来自于什么呢 来自于大亿万频道啊 证据这个国内 转载自美国 纽约时报的 6月12日的消息 说乌克兰政府呢 准备出售国有资产 好呗啊 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呢 筹集这个军费 按照纽约时报的说法呢 说已经被乌克兰政府啊 这个列入预备出售范围的啊 包括见证了苏联解体 和随后呢 乌克兰国内风云变换 屹立在乌克兰 卖单广场上 大名鼎鼎的乌克兰酒店 还有基辅的 一个大型国有购物中心 还有一些矿物啊 还有化学品的这个企业 这是关于乌克兰的 这个基辅的这个乌克兰酒店 好吧 非常的宏伟壮丽啊 这个广场其实啊 经历过很多事情 包括说各种各样的 这种游行啊 革命啊 这种运动啊 所以这个酒店和这个广场啊 应该说呢 都是非常有这个历史意义的 说根据乌克兰政府的消息呢 乌克兰政府打算将 手头的国有资产 因卖尽卖啊 就是能卖多少卖多少 将原有啊 超过这个3000家的国有企业呢 压榨到只剩100家 至于为什么乌克兰政府呢 要使出出售国有资产这一招数啊 纽约时报呢 倒也不藏着掖着 一个因素就是乌克兰政府没钱了啊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呢 乌克兰政府今年用于军费的预算呀 居然还有50亿美元的缺口 因此呢 打起了出售国有资产啊 来弥补啊 弥补这个缺口的馊主意啊 其实出售国有资产呢 很多人很乐意的啊 他觉得出售之后呢 也许能经营的更好啊 当然咱们国内来看呢 是肯定是反对出售国有资产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还是以这个公有制为主导啊 所以面对任何呢 说什么国有资产流失啊 这种东西大家都比较敏感 有些私有化主导的咨询公司呢 负责人说的非常露骨啊 说如果乌克兰再博卖 那就没有什么国有资产可以卖了 还是趁早能卖啊 卖个好价钱 什么意思呢 就是如果你再博卖 对吧 你的军费就不够啊 你的这个乌克兰士兵呢 就发不起这个良想 发不起良想呢 你打仗就没有士气 你被这个俄罗斯被普京拒绝给占了 那你说你的资产是你的吗 就不让你了 下次再卖呢 就轮不到你泽伦斯基来卖了 就是我们普京大地来卖了 然后里边提到嘛 说比如说这次挑的乌克兰酒店 是乌克兰市中心的一家老牌酒店 酒店建于1963年 在2012年呢 经历过分修 酒店直接位于基辅市中心 卖单广场的位置 完全可以说啊 是基辅市中心最核心的黄金地段 附近呢 多了着 比如说有柴克夫斯基 音乐学院 圣索菲亚主教教堂等地标性建筑 酒店还有老牌的乌克兰餐厅 法餐餐厅 还有咖啡馆等餐饮设施 说比较像什么呢 比较像当年啊 咱们这个中国的北京这儿的 叫北京饭店 它是接待外宾啊什么的 比较有历史意义啊 经历过多少风雨 其中还提到呢 乌克兰的这个联合矿业和化学公司 说这可能是乌克兰啊 境内目前最值钱 也是乌克兰的硕过仅存的工业企业之一了 说该企业是欧洲最大的这个矿石开采和冶炼企业 是冶炼什么呢 是泰高啊 叫泰高矿啊 这边主要是非常非常结实啊 一般都是用于什么军火呀之类的 虽然比不上中国和欧罗斯自己的这个泰冶炼企业 但无论是掌握的矿卖这个质量啊 它分质量嘛 主要还是这个选矿技术水平 好歹也是世界前十 说2022年呢 欧乌冲突爆发 导致呢 这家乌克兰的这种比较企业吧 联合矿业和化学公司啊 它呢一度停止工作 当时呢储存设施里啊 还有超过五万四千吨的这个 钛铁矿精选矿砂 还有超过十万吨的这个粗矿砂 结果没想到呢 由于这个西方的对欧罗斯的 钛合金企业呢 实施制裁 导致欧罗斯的钛合金啊 无法卖给西方国家 结果北约啊 反倒是民用航空啊什么的 受到影响了 结果呢 反过来把乌克兰这个原来质量没有欧罗斯好的 这家钛矿企业啊 给救活了 但是呢卖多少钱呢 说当时2021年 乌克兰就试图出售啊 这家啊 钛合金 这个 钛合金野链公司 当时出售价格是1.36亿美元 其实没多少钱 相信国内很多公司啊 都能买下来 说结果这两年呢 可能说打包啊 也许只能卖1亿美元 这价格还不如2021年啊 除此之外呢 这种重工业企业之外 还有些轻工业 比如说出售名单上呢 还有30间国有蒸馏酒厂 比如乌克兰的福特加酒 甘红葡特酒 在欧洲呢 也是先有盛名吧 因为乌克兰确实是黑土地 它这个土质非常好 种的这个庄稼粮食啊 都非常好 也很适合酿酒 所以它有这个大型酒庄 不过呢 这30间国有酒厂啊 有20多间啊 都处于精英不善 比如说这个统计报表上 动手脚 对吧 你说也有可能 就可能想私有化这帮人呢 就说你这个国有的资产不行 质量不行 对吧 亏损 你看 所以它让你呢 卖踏时候呢 把价格压低一点 这其实咱们国内啊 当时九年代啊 这个国外化 这个四国化改造的过程中 也经历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所以见怪不怪了啊 评论区也说 接下来啊 这个犹太田基辅 犹太人啊 会把基辅给占了 这里才是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巴拉斯坦就不要了 就什么 他讽刺吧 就是还是一帮犹太太团 他们很贪婪 陈基要收购啊 什么的 他说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心疼 解放人战争时呢 老蒋 奖贼签的协议啊 为今天的乌克兰只多不少 要是当时国民党赢了 后果呢 不堪设想啊 行吧 今天新闻说这里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 订阅 推荐 一店三连 谢谢大家